欢迎来到《易经风水学》 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亮小铃铛 及时接收影片更新提醒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做人这五种话打死也不要说 一说祸事就来了 俗话说水滴为海人滴为亡 地处低洼才能汇成波澜壮阔的大海 人处在谦卑的状态 才能容纳更多的东西 做人要懂得这样的道理 为人处事尽量保持克制和低调 才能避免自己的人生一帆风顺 特别是和人交往的时候 有些伤人的话尽量不说 才能避免祸从口出 特别是这五种话不要说 一说祸事就来了 第一种话威胁人的话 和人交往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些人喜欢仗势欺人 在和人交往的时候 他们往往以止气使 做人做事喜欢用威胁的口气 他们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总是喜欢用威胁的口吻 让对方服从 于是当碰到不愿意服从的 就可能彼此产生矛盾 最后大打出手 甚至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做人威胁人的话 尽量不要说 第二种狂妄自大的话 有些人仗着自己有身份 有地位 有权力 有资源 所以他们在生活中 往往表现的不可一世 老子说 强良者不得其死 好战者必于其敌 讲的就是一个人 因为过于强横 当他们遇到更横的对方 或者被他欺凌到了 忍无可忍的时候 反过来可能就会完命反击 这时候过于强硬的人 估计连下跪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做人低调点没有错 狂妄自大的话 还是收回去吧 毕竟这个世间 比我们强大无数的人多的是 第三种话 看不起人的话 有的人本身没有什么本事 却常常表现出 看不起人的样子 这样的人往往获所以 因为一个人经常讲 看不起人的话 会让他人自尊心受到伤害 同时因为被这个人看不起 他们也会时刻关注着这个人 一有机会 他们就可能用各种手段来反击 等这个人落魄了 对他落井下石的 往往就是他曾经看不起的人 所以做人要懂得给自己 留条后路 不要动不动就瞧不起他人 第四种话 埋怨他人的话 人与人的交往很微妙 大部分的人交往都喜欢听好听的 做舒服的事情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有些人却天生以赴苦瓜相 他们一遇到一点问题 就四处寻找他人的问题 而不从在我们身上找答案 这样的人一出口 就是埋怨他人的话 这样的人整天婆婆妈妈的 像个可怜的祥林嫂 着实让人觉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时间一久 大家就不待见这样的人 最终他们会失去 与人交往的乐趣 让自己的生活 陷入怨气冲天的牛角尖中去 第五种话 恶毒的话 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所以做人和人交往 一定要懂得真诚 一定要懂得彼此友善往来 对一些不该说的话 我们尽量不要说 特别是恶毒的话 我们更不能说了 一个人经常说恶毒的话 那么这样的人 内心深处必然也是险恶的 同时带给他人的伤害 也是巨大的 到了最后 有些人被恶毒的话惹急了 搞出些极端的报复事件 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肠子都毁清 所以做人和人交往 一定要知道说话的分寸 有些话只要不涉及人的尊严 只要对事不对人 即使是重话 估计对方也会接受 而有些话 即使只是寒沙射影 但是如果涉及到了 严重伤害对方的程度 那么对方所做出的反击 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祸端 朋友们你们说 是这样的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文真处事究竟要怎样 才能避免祸从口出呢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